西商富源的李宗伟第七度闯入全英决赛 面对比自己年轻13岁的中国新秀石宇奇丝毫不留余地 开局主动进攻 平均得分 打法变化多端 石宇奇根本无所适从 很快的以12比21输掉第一局 石宇奇在第二局同样无力扭转 甚至一度为救球扭伤脚踝 反观一哥整场霸气压阵 最终在短短45分钟 以21比12和21比10两局直落 摘下全英赛冠军 这也是李宗伟继2010年 2011年和2014年后 第四度在全英赛称王 经历受伤分割 和大马女总技术总监弗洛斯特 爆发不合传闻后 李宗伟强势回归 更放话明年必定会回到博明汉 力争必演做全英赛冠军 男双方面 中国男双组合李俊慧和李宇晨 迎战印尼的吉蒂昂和苏卡姆桥 印尼男双发挥凌厉攻势 凭这速度和锐力球技迅速拉开比分 最终以21比19和21比14 勇错第二度交手的神州后勤之秀 旅双决赛则是韩国和丹麦女将交锋 韩国的张艺娜和李绍兮表现相当出色 虽然在第一局一度落后 但沉着硬战一步步拿下第一局 并在第二局延续强劲的攻势 最终也21比18和21比13 清取丹麦的莱特和彼得森 最后进行的是女单决赛 投号种子台湾的戴姿颖 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 发挥高超球技连得4分 实现完美逆转胜 以21比16和22比20战胜老对手 泰国的拉特查诺 风光赢得首座全英赛冠军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